台东资本海岸传闻有日志时期留存的两顿黄金 加一名高姓老翁为了一元父亲的遗愿 砸了208万的保证金向国有财产署申请开挖 但是土地涉及部落传统领域引发族人抗议 但眼看开挖期限5号就要到齐了 合法投资人4号依法执行开挖权益并提出诊言 两台怪兽左右开弓向地面下方不断伸掘 企图找寻传闻中日志时期就埋藏再次的两公顿黄金 我不是坚持相信黄金 我是看到那个科学数据 而且然后那个金属在这就很敏感 它呈现了颜色 我相信科学的人 加一现一名70岁的老翁高安明 因为父亲在日志时期任职警察 生前曾告诉他 日军撤台前在支奔海岸弟弟埋下黄金 因此叫派他寻保任务 为了议员父亲的遗愿 老翁找来合伙人向国产署申请开挖 并缴纳208万元保证金 投资公存费100多万元 他是跟我们订有国有埋层财产绝发打捞的合约书 契约时间是从111年的3月16到今天为止 眼看期限将至 但寻保挖掘过程却不顺利 因为土地涉及当地非难族卡大地部传统领域 虽然已经进行两次协调会 但双方未达成共识 部落族人接连阻止开挖工程 让投资人急得跳脚 你们找我协商你们用这个手段来拖 想把我的工期拖完以后我完蛋了 我前面花了这么多钱怎么办 针对整个程序的部分部落是反对的 所以部落不排除会踩后续的可能一些法律的途径 部任巨额保证金和工程费打水漂 投资合伙人4号主张依法执行权益开挖 而开挖行动截至下午4点仍未有所获 目前先将怪手撤出周边拉起封锁线 后续将向国有财产署申请展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